嗨,大家好,我是天天和香草说说话的妮克 有没有看到在我旁边有一颗很大颗的植物 我想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香草或者是爱上香草 都是因为这一类的植物 有没有看到有紫色的花,紫色的花,紫色的浪漫 没有错,它就是薰衣草 那其实薰衣草的品种有很多 这是其中一个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品种 那薰衣草原产地在地中海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薰衣草好像有时候夏天不怎么好种 或是雨季来的时候它就长得不好 没有错,因为它在地中海这是一个比较干干凉凉的环境 但是今天介绍这个品种它叫做齿叶薰衣草 齿叶薰衣草,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叶子是有锯齿状,让大家看清楚 你看,有没有看到? 它的叶子是有锯齿状的,所以它叫齿叶薰衣草 那薰衣草因为它的叶子的构造不一样 像这个叫齿叶薰衣草 那还有羽毛状的叫雨叶薰衣草 还有叶子比较狭长型的叫做虾叶薰衣草,很多种 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对在台湾比较容易栽培的薰衣草品种 它叫做齿叶薰衣草 那所有的薰衣草它都是纯形花科,那它会开紫色的花 那少数的还有,我有见过,还有白色的花,粉红色的花,或是黄色的花 那薰衣草的话,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哦 所以它虽然名字叫做草薰衣草,但其实是树木哦 就像这一棵,它已经活两岁了哦 它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只要你好好的照顾啊 它会像树木一样慢慢慢慢长大 那大概高可以高一公尺以上哦 那这个叫做齿叶薰衣草 那很多朋友都说,薰衣草好像没有很好种 它天气热会热死,太湿会死掉 有可能哦 因为薰衣草它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 那地中海沿岸就是比较干干凉凉的环境 所以在栽培上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要营造干干凉凉的环境 干干的环境就是,你记得要土块干再浇水 然后你可以选择排水比较良好的土壤 在凉凉的部分的话,薰衣草它比较怕热 所以说它虽然喜欢全日照的环境 可是如果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时候 我们只好牺牲一些阳光 那让它不要说因为阳光晒太久 然后结果就热死掉了 所以说薰衣草的话要维持干干凉凉的话 你就容易种好它 薰衣草的用途有很多 我想很多人都喝过薰衣草的花茶 所以薰衣草的花可以拿来泡茶 再来薰衣草可以提炼精油 所以你会看到好多的产品都会有用薰衣草这个精油进去 因为薰衣草它可以放松心情 所以说我想现代人非常需要放松心情 再来薰衣草也有一些滋润皮肤的效果 所以你会看到它会放到清洁保养品里面 所以薰衣草可以观赏可以栽培可以泡茶 然后呢也可以提炼精油之后再做成更多生活使用的用品 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全功能型的香草植物 那如果你喜欢我介绍的香草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您现在看到的是齿叶薰衣草开花的样子 那齿叶薰衣草跟全部的薰衣草一样都会开花 那如果你种在日照良好的地方 它的花就会比较多 花色也会比较鲜艳 另外跟大家补充说明一点 齿叶薰衣草是很耐热的薰衣草 所以如果你担心种不好薰衣草的话 你可以优先选择这个品种 那相信你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